关注阿中,做饭轻松,大家好,我是阿中 今天我们利用鸡鱼,为大家做一道好吃的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在市场上花了6块钱一斤买的鸡鱼 老板说是野生的 大家看一下,这是野生的吗?给个建议 我们为了省市省力,让老板给提前宰杀好了 去除嫩脏,去除腮和鱼鳞 我们做这道美食也可以不用去鱼鳞,也可以留着鱼鳞一起加工 味道会更好 好,我们把摘一好的鱼鱼,首先给它腌一下 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把我们摘一好的鱼鱼倒入碗中 加入葱姜,花椒和干辣椒 点入少许的黄酒或者是白酒都可以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好,我们把它抓拌均匀 把葱姜的味道给它抓出来 这样我们做出来成品才不腥更加的鲜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放在一边,腌制20分钟左右 逆中这个时间,我们切点小料 葱切段 切好,装盘备用 姜切末 切好,装盘备用 青椒、红椒切丁 切好 装盘备用 香菜少许 我们也给它切成小段 好,切好 装盘备用 洋葱切丁 切好 装盘备用 另外我们再准备少许的自然粉 少许的辣椒粉 白芝麻 少许 好 所有的小料备齐之后 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好 我们的鱼腌制时间到了 首先我们把鱼剪出来 挪出多余的水分 把它放在一个干净无水的盘子中 然后把它摊开 再用吸油脂 把鱼身上的多余的水分给它斩干 这样在操作的时候 方便操作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准备加工 我们进锅上火 加少许的油 我们把锅用油滑一下 再把滑过锅的油倒出 锅中留少许的底油 我们下入小鱼 水 我们把小鱼下入锅中之后 不要轻易地晃动它 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翻边就可以了 好 我们轻轻地晃动它 尽量把水分给它煎干 煎至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给它翻一下锅 大家看一下 锅干的时候 我们淋入少许的小沫油 这样就能增香又能去腥 煎至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一种铲子把鱼肉 给它捣碎 这个时候我们的火可以调小一点 捣成油温之后 我们要不停地给它翻炒 一定要给它不停地翻炒 炒至焦香酥脆就可以了 各位老姐看一下 这是我们炒了一分钟的 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 不要怕麻烦 这样做出来的鱼肉 焦香酥脆 连鱼刺都能吃 营养一点都不浪费 大家看一下 这是炒了三分钟的效果 现在鱼肉渐渐有点松散了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继续炒 什么时候把鱼骨和鱼刺炒酥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炒了六分钟的状态 炒至松散鱼骨酥脆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准备倒出 备用 各位小伙伴 看到这里了 帮忙点个赞 好 我们另起锅 锅中加少许的油 下入葱姜 洋葱 红椒丁 然后小火 给它炒出香味 炒出水分 火不要太大 一定要把小料中的水分给它炒出来 然后 我们把鱼蓉给它倒进去 然后下入白芝麻 和自然辣椒粉 然后继续翻炒 现在我们开始调味 放入少许的鸡粉 少许的椒盐 好 我们给它翻炒均匀 味精都不用放了 因为小鱼本身就特别的鲜 炒拌均匀之后 我们淋入少许的小末油 然后再把香菜末倒进去 好 我们快速的翻炒 给它翻炒均匀 好 准备装盘 装入盘中 好 这样我们这一款 焦香酥脆 营养又美味的 椒盐小鱼渣 制作完成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酥脆 香辣可口 好 我们来个套鞋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勾起你的食欲 这道菜做好之后 我们可以夹馍 也可以卷饼 用来招待客人 备有面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点击上方投像 添加关注 这里每天都在更新中 总有一款适合你 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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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